面對今天如此不堪的污蔑 我必須向社會明確的表達 過去我沒有求官 未來我更不會求官 所以自此刻起 我持續國軍退出一關兵輔導委員會主任的職務 也衷心的期盼 因為我的持續 能夠把因我而起的 榮民榮眷基金會董事長的風波能夠打住 我昨天已經有跟他通過電話 同時我們昨天行政院也已經有發布新聞 對他這一年多來的工作表達肯定 當然今天他請假可能是心情還沒有平復 那我們給他多一點時間 我們希望他留下來繼續服務榮民 也推動一些工作 讓整個推伍會的進展能夠持續下去 榮民榮眷基金會董事長不斷的改選 沒有按照當時財團法人基金會選舉的結果 不斷的改選勢必要達到民進黨政府要求的目的為止 本來就是一個行政不中立的事情 這整件事情其實我覺得 李主委應該在行政中立跟所有政黨立場 我覺得如何去做更好拿捏分器 自己應該要交代清楚 如果覺得這個位置到目前為止不適合他 那我覺得有軍人的封骨 離開這個位置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龍俊基金會他必須能夠接到政府單位 他才可以統籌運用一些資源 能力上 所以如果退伍會沒有辦法去直接來跟基金會互相做連結 那也會影響到基金會未來的工作 那同時政府是佔大多數股份 那當然是應該要由政府來控制 關於退伍會 就你的施政理念而言 未來有裁測整病的可能嗎 那退伍會呢因為主要是在照顧榮民 那因為我們很多國軍 然後退伍之後他們的生活上也需要照顧 所以就功能的目的上 我看這個是有需要存在的 目前並沒有特別說有必須要調整的這個情形